大家好,我是三巴佳 如果大家有follow我IG或Facebook 都應該見過我出過一個預告 是預告五月天的節目 是關於消費券的選購三巴 誰不知五月又沒有見到 跳票 六月也跳票 來到七月 剛剛好 真的有新一期消費券得到 今集節目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一些主流市面上買到的三巴 以及今集節目講的所有產品 都是一定要支持3D音效格式 Dolby Atmos 節目未開始之前 如果你想三巴佳繼續為你發聲 為你介紹最新的影音資訊 其他不同類型的產品 記得跟著上面的文字 做完它,做得越多越好 記得follow我IG和Facebook 感謝大家幫忙 推一推點view數 有你的支持是我拍片的動力 在未正式介紹三巴之前 就麻煩大家 現在可以的話 去一去你電視機後面 看看你電視機後面的HDMI的孔孔 如果不方便的話 一會做也可以 看看裡面有沒有一個HDMI插口 旁邊寫著一堆英文字母 是一個細草E 跟著三個capital letter ARC 即是EARC 如果有的話 記下它有EARC 如果沒有細草E在前面 只有ARC 又記下它 你就屬於第二個類別的電視 ARC 如果什麼都沒有 你就屬於什麼都沒有的電視 只有HDMI 也要有HDMI 這是第一條題目 第二條題目給大家 就是你們將會打算看電視 那些電視的來源是什麼呢 是串流平台 即是Disney Plus Netflix 這一類的串流平台 還是我除了串流平台 我還會看4K實體藍光碟 即是你一個Blue Way Player 就記下它了 記下兩條題目 便方便跟著下去 去找出你這一組 心儀的Soundbar 第一個組合 就是一套最齊全的組合 一個完整的Dolby Atmos Soundbar系統的組合 就包括前面一條Soundbar 後面一對環繞聲喇叭 以及一個重低音 Sony我會選擇的就是A5000 Soundbar 再搭配的後置環繞聲就是RS5 以及外置重低音SW3 當然你可以按個人需要 例如重低音 你想強一點 當然是他的老大哥SW5 我會告訴你 實質聽感是5.1.4 到7.1.4 因為剩下的兩個聲道 就是模擬出來的 都是那一句 一會兒我不會跟你去Discuse 廠商說的聲道 因為大家看東西的角度不同 我會以實質聽感去說 我最盡都會跟你說7.1.4 在這一類Consumer Product 在這一類Soundbar產品 暫時我理解已知的 最高支持的聲道佈局 當然你看到很多不同的品牌 它裡面的數字可以去到很大的 不是他們錯 而是他們用另外一個 不同的perspective 現在說這條Soundbar的實質聽感 5.1.4一定有的 但是能否去到7.1.4呢 就看你家裡的環境 以及你個人的修行 3D音效格式支援 我們一定要有的Adobe Atmos 當然有 它還會支持到DTS-X 對一些看4K藍光碟的人士來說 就是一個Must have的3D音效格式 自動音場校證 以及它是支持到Plan A的接播方法 以及Plan B的接播方法 可能有新朋友不知道什麼是Plan A和Plan B的接播方法 可以看回上一集節目 Samsung方面 我就會選Q9900BOY或者Q930BOY 當然新款會是C 可以的話 盡量選擇公頂 即是Q9900B的Model 好了 一眼看完 實際聽感 我最理想的5.1.4完全支援到 你的聽感是介乎514到714之間 當然選Q9900B的好處就是整個包圍感 會較Q930B更加好 另外自動調音方面 Q9900B系就會給Q930B 再多一點點就是Auto EQ 另外接播方案完全齊 無論你是Plan A的方法 又可以Plan B的方法都可以 你買了Samsung指定型號電視機的話 你的Plan A那條HDMI線 就可以拿走它 就變成一個無線版本的Plan A 電視收回來的Audio就會用Wireless 無線傳輸到三角度 還有你可以享受 和電視機喇叭連動的Q Symphony功能 衝出亞洲看看美國的代表 Sonos代表我會選擇什麼組合呢 Soundbar我會選擇Arc 環繞聲我會選擇剛剛伸出的Era 300 超低音方面我會選擇Subgen 3 形成一套它旗艦級的產品 完全支持到我所有要求 包括實質聽感是介乎5.1.4到7.1.4 其中間3D音效格式方面 就要提醒一下大家 它只是支持Doby Atmos 相信對一般的觀眾朋友 都沒有太大問題 但是如果你看到電視機的話 因為還有部分影碟可能會支持DTS-X 這樣呢 你買這部機就不支持 但是它仍然加上普通的DTS-X5.1 我自己想想為什麼它加上去呢 就是為了未來Disney Plus iMacs Enhanced音訊部門的部分 它應該會使用一個比較舊一點的DTS-X5.1 另外要留意部分就是自動音場較正 它就有一個叫True Play的功能 在Apps裡面 這個功能比較特別 Sono Apps 無論你是Android也好 iPhone也好 可以安裝得到 但是唯獨是這個True Play功能 就只是iOS 即是Apple的手機 或是平板電腦限定 所以如果你想 完全享受這套系統的所有功能 特別講的自動調音功能 你就可能要買一個Apple產品 如果你本身家裡沒有的話 另外一方面就是自博方案 Plan A絕對沒有問題 今天介紹所有三巴都是支持Plan A 即是三巴電視機一條X3Y線 搞定了 但是在Sono是玩全簡約主義的 多一個洞都不給你的 所以在三巴裡面 是沒有任何HDMI input插頭 換言之Plan B是完全不支援的 所以如果你的電視機是舊一點的話 可能會卡住 看不到Dolby Amos 如果你又不打算換電視的話 我個人覺得就盡可能選一些 三巴讓你享受Plan A的方案 以及Plan B In casePlan A不行 你可以兩手準備 走Plan B的方案 但有一樣要留意 在Sono的世界裡 是不支持藍牙形式的無線音樂傳輸 直到剛剛出了沒多久的產品線 ERROR300 即是我們這次加入了這件產品 或者ERROR100 只可以支持藍牙的音樂傳輸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高度需要藍牙的話 就要看回我以前的節目 以及小心點去選擇 不過我個人勸你 都是用AirPlay形式 射一些歌仔上去 而更加好的就是用Sono的Apps 因為它是加入了Apple Music的Apps 你嘗試去找其他品牌的Soundbar 唯獨是Sono 和Apple真的很友善 它的Apps 只可以加入Apple Music 不單止這樣 它還可以令到這個Apps 選擇Apple Music上面 有Dolby Atmos的歌仔 選擇之後 你的音響組合 是整套Home Theater也好 或者只是ERROR300也好 是可以playback Dolby Atmos的音樂 這裏是暫時市場上 它是唯一的 你說不是啊 Di Soundbar 剛才我講的其他品牌 都聽到Dolby Atmos Music 是 但是如果你說是 從Apple Music的話 你是需要買一個 Apple TV 4K的合制 是唯獨是Sono 只不需要再另外買一個 Apple TV 4K的合制 你就可以聽到Dolby Atmos的音樂 你也在說的是 Dolby Atmos Music 是唱歌的部分 不是看電影 接著要介紹的是 繼續來自美國的JBL 產品型號 我會選擇的是 BAR1300 它主要賣點就是低音 由它的下一級 JBL BAR1000也好 甚至再舊一點的 BAR9.1 它的低音是有10吋的 在體積上已經贏了 但是實際聽到 它的低音也是可以說 這麼多支Samba裡面 數一數二的 你要知道 低音 特別分了Channel 出來 在家庭影院 都是有足一個 舉足輕重的地位 但是 最重點 最亮眼的地方就是 JBL的Samba系統 那對 後置環繞聲 是可以走鬼的 即是 你不用的時候 可以將它 由後面 貼到Samba裡面 還有 記住 這個 後置環繞聲 是真無線的 即是 除了沒有喇叭線 它連電線都沒有 那這個 真是很簡潔的設計 你可以很輕易 很方便地 將對後置環繞聲 放到不同的位置 而且它的尺寸不是太大 一隻 手掌大一點 你如果梳化 後面貼了牆 如果你梳化 在iPad枕位 也有一點厚度的話 都可以放上去 雖然 無論如何都不夠dedicate 你預留一個位置等 那麼好 但是 都不失為一個折衷的方法 特別是適合香港的倭居環境 規格上 都沒有挑剔 實質聽說 514到714 一定可以給你 這個 3D音效解釋支援 都齊了 Dolby Atmos 和DTS-X 就不會只有Dolby Atmos 音場校證 有 T&A方法 Plan B方法 都可以 特別提一下 用Plan B方法 它是提供了3個HDMI Input 是市場上少有的Soundbar 它不是唯一 還有些都是提供了3個 大部份 現在你看到都是1至2個 甚至 玩超簡約的牌子 沒有 下一個品牌 都是來自美國的 Bose 我選擇選擇的組合 會是 Smart Soundbar 900 後面那對環繞聲 我就選擇 Surround Speakers 700 而重低音 就選擇 Bass Module 700 這套系統 總是可以 我真實聽感的 5.1.2 這也是我理想的 但不是我更理想的5.1.4 另外3D音效格式 它只是支持Dolby Atmos 所以如果你是要看唱片 又要支持DTS-X的話 這套Soundbar 可能不太適合你 自動音場校證 它有的 也是做得不錯的 其中一款牌子 我不會再講Plan A 其實我應該不等在這裏 Plan B 就有點相確 它是沒有的 它都是走超簡約路線 整支Bass 後面只有一個HDMI 給你連接電視機 所以你的電視機是要夠新 才可以聽到Dolby Atmos 如果你的電視機 是有Arc的話 只看串流 都會聽到 但如果太舊 縱使有Arc 有部份電視機是這樣 太舊的話 縱使有Arc的話 Whatever reason 下不了的Dolby Atmos 那你就要 確保你的電視機 我一般情況都勸你 不如選一支Soundbar 支持Plan B In case 你的Arc不合 下不了 除非你打算換電視 如果你不打算換電視的短期之內 我勸你不如選一支Soundbar 是有Plan B 即是 例如Apple TV 4K 下到你的Soundbar 你的Soundbar 作為 音訊 和Video 的 樓樓 的一個hub 哇 剛剛你介紹的 全部都是flashship 即是價錢 是有點貴 是成皮以上的 有沒有便宜一點的 答案是有的 我就為你選擇 都是來自美國 Pod Audio的 Medify Max AXSR 這套系統都符合到我 對 Atmo Soundbar 最基本的聽感 5.1.2 所以真實聽感 會介乎5.1.2 到7.1.2之間 由於它只有兩個 向上發誓的天空聲道 就埋在一支Soundbar 即是你後面那一對 後面那一對 都只是一個負責 後面的耳朵水平聲道 3D音效格式完全支援 Dolby Atmos 和DTS-X 唯獨是自動音場校正 它不支持 接迫方案方面 Plan A一定有 Plan B方面 它也是支持 3個HDMI input插頭 這方面要贊 另外還要贊 就是 它是跟著套裝裡面 一個10吋的10仔 以這個中架機來計 有10吋的10仔 確實很有誠意 接下來又是Samsung 你要知道Samsung 只是Q是Soundbar 都分了好幾條 它不只是分三個等級 它是分三四個等級 甚至一個等級 都拆開兩個人 你看到我經常都要一批一批 這麼說 Samsung我會選擇的 就是Q800boy 或者Q700boy 這個買回來 是一個只有前面的組合 就是一條Soundbar 再扣一個smover 我是需要一套 所以就要拆開它相對應的 Samsung speakers 9500s 一起說 拆開它進來之後 這兩套系統 完全都符合我 對Dolby Ammos 系統 更加理想的要求 即是5.1.4 講到最後的組數字4 前面兩個向上發聲的單元 它後面9500s 這對後置環耀聲 都有兩個向上發聲單元 所以全部齊腳 但如果可以的話 我盡量都會選Q800boy 因為它會多出來 一些側射的單元 那支Samsung 它會通過聲音的擴散 或者反射的形式 去營造到前面和後面的連貫度 連貫性 而聽下去的實質聽感 Q800boy 是會更加貼近7.1.4的聽感 另外3D音效格式 就不需要煩惱了 整個Samsung Q系 都是支持Dolby Atmos 和DTS-X 自動音場校正 兩個都支持 但是 Q700boy 或者叫做C 如果新出的Model 都是有限度支持 什麼意思呢 Q700boy 就這樣買回來 是啟動不了 Samsung的獨門 叫做Space Fit的功能 你一定要通過 它部電視開 如果是超700boy 如果你買Q800的話 就沒有這個問題 Q800可以直接在聲音 敷衍出來 另外支援方案方面 都是Plan A可以 Plan B都可以 他們都會提供一個HTMI Input 插頭給你 中駕 Soundbar 還有這條來自炮菜國 LG品牌 S80QR 其實LG整個Product Line 在香港找得到 真的找得很辛苦 這條是唯一一條 有前有後的 Soundbar 其實我真的沒有什麼可以選擇 但是這條 Soundbar 都完全滿足到我這四個要求 第一個要求 實質聽到 我理想的 5.1.2 它完全給足你的 沒有投訴 這個部分 3D音效界式支援 當然有Dolby Amos 它亦支持DTS-X 自動音場校證 它有一個AI的音場校證 有 接迫方案 Plan A當然沒有問題 Plan B也有 所以真的沒有投訴 唯一有些地方要注意 就是大家出去試音的時候 去聽清楚 它給你的Dolby Amos 的感受是否可以 除了試這部機 Dolby Amos 給你的感受之外 試用AI 因為這部機 是有一個AI Mode 的 Sound Mode 那麼 很多人覺得 甚至我也覺得 AI Mode 是 好像比Dolby Amos 好聽 但又不知為什麼 聽Dolby Amos 就 不可以用AI 即是兩樣東西 不可以混合一起用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或者 現在已經 改善了 或者這部機是可以的 這部機我還沒聽 沒有時間去聽 所以如果你真的 對LG 很有信心 很有興趣 或者你在用LG電視 不妨去試聽 聽清楚 LG 看電影出來的聲音 合不合乎你心水 所以 可能剛才介紹的中架機 你仍然覺得 好像有一點 over budget 你說消費券 只有二千元左右 不夠買 我要多加些錢 才能買到 如果真的 預算比較緊 的朋友 解決無可選 又是Samsung 不好意思 似乎Samsung 甚至做到一套系統 可以玩到 一個完整的Dolby Atmos 系統 符合到我基本要求 沒有得選 一定是選 Samsung Q600Boy Boy 的價錢 三巴加上 對後置 三巴就是Q600Boy 剛才說了 就是三巴再加一個 10 over一個 package 你可以不買後置 但我也是那句 當然是有前有後 後置就選Q9100S 或者是 應該是新一點 Q9200S 如果可以的話 盡量選一些新的 即是9200S 整套加上 五千元 一定不用 甚至好像四千都不用 你們自己上去 那些 價格網上看看 因為我看的 價錢就是來自 百計的 實質聽到 就符合到我最基本要求 理想的 5.1.2 即是 前面兩個向上發聲的 天空星度單元 我覺得夠玩的 如果你要求不是太高 或者你把這套系統放在房間裡 我覺得也不錯 我真的 四千元左右 我覺得是 值得玩的 3D音效解釋 完全支援 Dolby Atmos 和DTX 6 尤其是沒有自動音場校正 如果看官網 它就用了 Adaptive Sound Mode 去做 即是 因應電影不同的情況 用Adaptive Sound Mode 這個不是自動調音功能 平價機 就很難要求 那麼多 我覺得 都可以接受 因為 就算你買油的 例如剛才說 Space Fit那些 它會調音完之後 整套系統 會更順利 聲音會更好 但是 不是一個天與地的變化 所以 你看看 可不可以 用這個價錢 去遷就一套系統 因為我覺得真的挺值得 接播方案方面 不要看它這麼便宜 它仍然是 Plan A 一定行 Plan B 都行 它都有一個 HTMI Input的插口 以上就是我三巴街 對今期消費券 整套 Dolby Atmos 三巴系統的一些介紹 不知道大家又有沒有 什麼心水的系統 可以介紹一下 歡迎在下面留言 今集節目時間又到了 如果想支持這個頻道 很簡單 在下面 comment like share 你們做得越多 Youtube的大數據就會 介紹我這個頻道 給更多朋友的認識 有你們的支持 是我拍片的動力 我是三巴街 希望下一條影片 會見到大家 拜拜